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芝希 在离开纽泽西要去纽约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来吃龙虾 这间龙虾是在纽泽西跟纽约跨桥的桥头 靠近纽泽西这边桥头的一间龙虾店 叫做 Lobster Shake 这家是舅舅跟我舅妈大力推荐一家 所以舅舅跟舅妈说在我们去纽约之前 一定要来吃这家龙虾 它这边的话是现场有养殖的龙虾 所以非常非常新鲜 我舅妈一直说这边的龙虾超级新鲜 我们今天点了两只水煮龙虾 姐姐她说今天这是special比较大只是不是 两磅的 因为它平常都是一磅版的 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综合炸物盘 海鲜炸物 再来这个沙拉是我妹特制的 因为它不吃任何的油脂 然后它也有乳糖不耐症 所以我们就是另外请它特制一个龙虾沙拉 这边底下有教我们可以怎么吃 我舅妈还有推荐来这边要点它的Crab Cake 还有Fish and Chips 可是因为就是这样点起来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是先点这样子 如果真的吃不够的话我们再点 那我接下来就要看着它的教学来肢解我的龙虾 第一步呢先把熬牛断 哇 会刺耶 这个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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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把它断 等一下喷的我脸上都是烫 它的味道好甜喔 不再烫烫烫 第二步呢要用这个把它的钱给夹碎 诶 它已经帮我们夹碎了 它已经帮我们夹碎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是碎的 妈咪你的为什么可以那么完整 为什么到底 我的怎么碎成这样 等一下 哦好了好了有了有了 下一步是什么 我把那个Tail跟Body分开 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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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这个搬开 你看可不可以好烫 我会先吃蛋熬啊 算了我要先吃熬 我先吃吃看它的熬好了 它给的这个酱是什么酱 哦 这就是奶油啦 融化的奶油 那我们就挤柠檬我们就好了 Budder是很油 好Q哦 超Q的 又Q又扎实 那我来吃吃看它的 这个叫什么 融与 瓜汁 然后它的塔塔酱 嗯 就是正常台湾悬殊一餐 会吃到的东西 然后虾子 可是它的塔塔酱很好吃 我喜欢 它的塔塔酱比较没那么酸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很酸的塔塔酱 所以我会再加一点檸檬 嗯 嗯 蝦子也很新鲜 是Q的 不是那种粉粉的蝦子 然后久久这是什么 魷鱼啊 可是魷鱼是莫 魷鱼是花枝吧 这个才是魷鱼吧 这个才是魷鱼吧 对啊这个才是魷鱼吧 魷鱼圈喔 这个是花枝吧 那是什么 嗯 永远搞不清楚 我连中文都搞不清楚 更何况是英文 它这个的话就是肉比较少 所以可能吃到比较多是炸皮的口感 再来吃吃看它的薯条 嗯 嗯 五条就是正常的薯条 但它的番茄酱味道蛮特殊的 好像有加一点点辣酱跟芥末酱 它它可以像有点呛 那个炸物盘 我最喜欢吃的是虾汁 再来是花枝圈 它还有这个很常见美式的小菜 这叫做什么 超爽 它就是有美乃滋 超厉菜 我超爱吃肉绒 美式的原菜 我超爱吃 超好咸 好 我现在解决完一只饺 再来 我发现不要加柠檬汁 直接单吃也非常好吃 因为大部分说的比较 对 你算它焦了 你算它竹皮也比较 花椒汁吗 对啊 像昨天啤梨汁吃 这边有一点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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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烧怎么好吃啊 右边 尝尝 有问题那么多 你怎样啊 你怎样啊 你又撑不懂 泰兰要处理这个脚 脚怎么吃啊 你没有你同观点 那边有什么吃的 他就喜欢吃很香 不喜欢大铃蟹 他不是喜欢吃螃蟹吗 我都想说每个龙虾这么好吃 他整个吃都会吃螃蟹 好了我把我的龙虾全部吃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加入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还有很多行程要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就在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